各位风群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款简单好吃的瑞士卷蛋糕 我先介绍一下所需的材料 鸡蛋6个 中筋面粉70克 黄油30克 牛奶30克 草莓4个 33%的淡奶油300克 白糖根据个人喜好40到60克 我用的是可以控温控食的小美锅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在锅中插入蝴蝶棒 加入25克白糖 将6个全蛋倒入 传统做蛋糕都是要把蛋清和蛋黄分开打 这款蛋糕就不需要了 所以比较简单 在小美锅上设定13分钟 温度45度 温度45度 速度4 打蛋 13分钟结束后 再设定5分钟 不设温度 速度3.5 对蛋液进行降温 5分钟 5分钟完成后 把70克筛过的面粉倒入锅中 再把已经融化好的牛奶和黄油的混合液倒入锅中 我是放进微波炉加热20秒融化的 设定3秒 不设温度 速度3 进行混合 然后将混合好的蛋糕面糊 从高处倒入铺上烘焙纸的烤盘里摇匀 再轻振几下排出气泡 这样蛋液就准备好了 将装着面糊的烤盘 放入已经预热至350华氏度的烤箱中 烘焙15分钟 15分钟后 取出烤盘 并立刻将蛋糕连烘焙纸一起从烤盘中取出 轻轻先动一下蛋糕 不然容易粘连 接下来将制作好的固化奶油 均匀涂抹在蛋糕表面 固化奶油是将300克淡奶油和15克白糖 放入装置蝴蝶棒的小美锅中 设定一分钟 不设温度 速度3.5 做成的 把切好的草莓摆成一排 卷起蛋糕 并用烘焙纸包好裹紧 放入冰箱冷藏大约一小时 一小时后 取出蛋糕切好摆盘 这样一盘色味俱佳的瑞士卷就做好了 是小时后 要接下来的草莓 是小时后 小时后 设计划 酷则 大约一小时后 小时后